大龍國小和重慶國中學生帶來義舞表演 動作整齊畫意 氣氛隆重莊嚴 彷彿就像參加季孔大典 下個月就是教師節 北市府特別表揚59位優良教師 還要結合商圈 推出好康活動 3 2 1 請放置 我們給他一個掌聲好嗎 恭喜他 9月是禁師感恩月 北市教育局為了感謝老師們的辛勞 特別選在孔廟舉辦表揚典禮 另外還有場館入園優惠 店家折扣 以及學校禁師活動經費補助 希望好好犒賞老師 尤其108年新課綱即將上路 教學方法勢必得重新下功夫 我們如何真正給學生一個人生的方向 倒者入園 他這人生的方向 我們要告訴他的是為人處事的道理 這是最不容易 最不容易但是也是最重要 會影響他的一生 隨著科技發達 過去的授業解惑 因為有了數位化 能夠幫老師分憂解勞 但如何傳道才能因才施教 尤其要讓學生適性發展 就是考驗老師們的智慧和耐心 記者邱世民採訪報導 有數位化 就在俄虛化 我們開始了 您的確定 出現 出現 和 靈